台东的手工面包让影坛的大哥成龙一吃上瘾 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原本在台北的电台工作 会搬到台东是要给生病的儿子纯净的生活环境 但是在偏僻的乡下实在是找不到好吃的面包 他只好自己做 不但使用最天然的原料还给面团听音乐呢 结果这个养生又充满父爱的面包 一推出所有的人都说好好吃 也意外开创了人生的第二个事业 我们的面包都是我的自己面包的 可是还有一条是那个口味是意大利的口味 一边替刚发酵完的面团做分切整形 一边介绍自豪的自慢味 面包达人David今天要先出炉的是五股杂料面包 葡萄干 葵瓜子 南瓜子 核桃 糙米 黑芽 全融合在比馒头还大的面团 炫料丰富没话说 最特别的是意大利口味里还有东方的枸杞在其中 烤的以后比较甜甜的 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很有意思 以前没有 可是现在在美国 好多人觉得枸杞是一个健康的菜 护照上的身份是美国人 出生在意大利家庭 富足两代都是做餐厅的 而乳木染下 David味蕾舌头从小就有着意大利人的严格标准 你买不到好吃的面包 你就可以自己做 我觉得这个面包很难吃 对对对对 不管你买什么它一定是甜的 对都是甜的 不管没什么口味你要买唇全麦你要买 你买不到扎实有嚼劲的面包 都是蓬蓬重重的 受不了就看得到 对 受不了 原本在ICRT台北国际电台负责网路新闻 来台湾超过30年 David已经是半个台湾人 10年前搬来台东后山 因为买不到好吃的面包 将近30年没有施展的手艺 才再度重出江湖 五股杂粮面包第一次整形之后 还要再休息半个小时 才能做第二次塑身 趁着醒面的空档 David把握时间赶紧制作另一款人气商品 青酱黑橄榄面包 面粉还有麦粉 还有意大利香料 西班牙的黑橄榄 还有番茄 高筋面粉加上纯全麦 满满的各式天然香料 自己做的罗勒青酱 还有冷压橄榄油 光是在搅拌机里搅和 香气就扑鼻而来 让人口水直流 一定要让每一口咬起来 都是满满的料 然后都会有每一口都 都会很快乐的 老板娘Rolly说起 Anada做的面包表情超级生动 台美混血轮廓立体 天生明星脸 国台英语下下教 原本是英语老师 带着三个孩子的离婚单亲妈妈 遇见David之后 爱变得更完整 更有味道 做给孩子吃 做给自己吃 所以在你做东西给自己吃 你不会去计算那个成本 自己要吃的面包 还加入了父爱在其中 因为小儿子的肾脏不好 任何人工添加物都是身体的负担 David和Rolly更坚持 面包要健康要养生 材料必须天然纯粹才可以入选 真的要做好东西出来 你不去坚持那个食材 你真的没有办法去 维持那么好的口味 三十分钟过去 五股杂料面包还要第二次的拍压捏揉 把面团里的空气挤出来 然后才能放进模子 准备进烤炉 David动作微柔 就像是对待婴儿一样细心呵护 你跟太太吵架 你跟太太吵架很远 不是 不会 我跟你讲 我做面包的时候 在我的头脑完全都没有另外的东西 我不想我的老婆跟我的老婆吵架 这个是我的宝贝 不只要温柔对待 David的面包还要听音乐才够特别 差不多跳舞的 这样 跟着音乐的律动啊 直接做那个面包 哦 整个人在跳舞 所以以后你知道我们的面包 每一个面包有我们的个性 有的时候rock and roll 有的时候jazz 有的时候意大利的opera 都有影响 不同的音乐也会不会有 不同的音乐也会不会有不同的音乐 我跟你讲你不要 如果你烤面包的时候 你完全都不要听那个rap 不能听rap 不能听中结论 我有笑啊 太紧张啊 一杯 开始 在经过半个小时的发酵 五股杂粮面包终于可以进烤炉 等一下烤出来你就知道 他们会非常的快乐 出炉前半小时 店里前厂已经有熟客阴京等待 它的材料你吃得出来它的每一个 就是它不是像是卖的东西 它像是做给朋友 做给家人吃的东西 你说不要讲得太好 对啊 不然被买完了怎么办 就没得吃了啊 经过重重手续 香喷喷的五股杂粮面包终于出炉 但还要再进帐篷冷静一下 才可以送进客人嘴里 Oh my god 好好吃 你也吃得太快了吧 每一口都有料 而且每一口都会齿颊留香 接着飘散清甜香气的 清酱黑橄榄面包 哇 真的我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面包 真的真的 和撒上肉桂黑糖的肉桂核桃葡萄面包 也相继登场 撒一些肉桂糖在上面 增加那个卡滋卡滋的口感 而David和肉桂还在忙碌着 客人等着等着不知不觉 被烤炉和工作台上散发的香气 吸到了厨房里 你们的香味常常吸引客人 跑到厨房来 一般是不可以进来的 真的吗 拍档枣 我要跟肉桂拍档枣 我们在面包旁边的 一般这里是不可以进来的 谢谢 好香哦 我的妈 David的意大利手工面包 原本只做给家人和分送邻居分享 在朋友的强力鼓吹开店下 变成了台东都兰最知名的在地美食 台东人从市区开车 外地人搭飞机坐火车 再转车半小时 就是要吃到这充满爱的面包 被那个妈妈阿姨念了好几次 我专程中台北下来 你没饭我没怎么办 几次以后就决定说 那就咬牙撑一下 结果现在都没有电修了 每天上午做面包 下午就是David和Rolly的散步时间 当初为了让孩子养病 他们罗母二千从台湾头找到台湾尾 最后才找到台东都兰 这干燥温暖 衣衫傍水 没有污染的世外桃源 上天厚爱我们耶 真的让我们来了 能够来这里 十年来孩子们陆续成长 纷纷离开台东在台北念大学 David和Rolly继续在台东落地生根 做面包享受人生 Rolly说家里有最棒的老公 最棒的爸爸 幸福完整 满足无缺 我是他的牵手 他也是我的牵手 他知道牵手吗 牵手 牵手像你的男生和妻子 我们是吗 我们是吗 我说我们一定要牵手 我们是终身的伴侣 感觉还是像谈恋爱一样 有的时候还是会吵架一下 而David说他在台东 找到了过生活最好的地方 什么地方比这个地方好 没有了 真的 没有比这里更好的 在台湾 在亚洲 我不想有这个地方 比这边好 还有最好的 太太 快 他故意装油衣这样 人离城市喧嚣 移居穷乡僻壤 Baby和Rolly简单的生活 有丰厚的幸福 如同亲手烘焙的手工面包 可以细细咀嚼 每一口都是爱的滋味 人生遇到重大抉择 不管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只要坚持下去 不要回头 就有机会开创不一样的成就 这是今天的故事 所分享的成功经验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